今天我们就来看看大年初五的熊孩子们 是怎么赢财神的吧 赢财神第一步 早早起床快快奔跑 试问有谁能跑得过我山地流降 看看他们这流线型的身材 看看他们这全十四驱系统 白米只需要消耗五十斤竹笋 有排放但零污染拥有这速度 绝对是第一个奔跑到财神和发财术面前的熊 赢财神第二步 努力奋斗天天向上 谁说我们大熊猫懒 今天就让你看看什么叫喵喵的惊喜 真的不是大熊猫懒 而是你们看到的都是伪装 试问谁身边还没有一个偷偷努力 然后惊艳所有人的人呢 悄悄努力一年 只为年底登顶发财术 赢财神第三步 后继薄发 喜赢丰收 辛辛苦苦爬到发财树树顶 喜赢属于今年的大丰收了 咦 这从发财树掉下来的怎么还是一只熊猫 哈 原来收获的最大财富就是更好的自己 原来最好的财神就是努力的自己 祝大家新的一年里 自己变身自己最大的财神 好 好 好